有一些年没有在屏幕上和大家这样见面了 主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 我在学习中国的学问 我发现中国人真的是一群很可爱的人 他们懂得如何的去养生 如何的去对待自己的生命 而且在几千年之前的中国人 他们的lifestyle就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这样说 有一个教授叫王守长教授 他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老师教授 他跟我们说实际上中国这个概念 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 或者是一个地理概念 更多的它是一个文化概念 你居在中间 你可以告诉别人如何生活 那么你就是中国 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够告诉别人 如何更好的去生活 作为一个人来说 你如何优雅得体而舒服 而且高贵的生活 这实际上是一个蛮大的学问 如果中国人不懂得告诉别人的话 让别人来告诉你 那别人就是中国 我们就是外国 就是南蛮 就是东夷 等等等等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后面这句话 是梁启超说的 所以我一直也希望说 做一件事情 帮助大家一起和我一起去学习 因为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在学习 一起去看 到底什么样的生活 才是正确的生活 到底什么样的一种学问 才是能够让人感到喜乐的学问 在我所喜欢的诸多个城市里面 有一个城市 是西安 我不认识一个没有文化的西安人 就像我不认识一个不聪明的湖南人一样 所有的西安人 他们身上都带着某一种的古风 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位 长海昌教授 他可是孙思淼的很好的研究者 所以今天我把长老师请到了我们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孙思淼孙真人的故事 你好 杨总好 谢谢长老师 我想花一点点时间让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哪里来 不说到哪里去了 在哪里 正在做什么 好吧 我从西安来 我是西安养生文化研究会的老师 我研究的方向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研究孙思淼的养生思想 我还以为你从北京广播学院来 那话透着那个波音枪老板来两根油条 其实我想问 就是说您现在在研究养生 在中国古代 养生的人养的最好的就是孙思淼 有一些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 孙思淼孙真人是一位何方神圣 您可不可以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孙思淼如何有趣 唐朝的一个医生 老家在陕西省同川市 耀州区 以前叫耀县 有门牌号码吗 耀州区 感觉是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在耀县 对 孙思淼 随唐时期著名的医生 道士 人称耀王 耀胜 他不仅是了不起的医药学家 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长寿老人 关于孙思淼的年龄 坊间流传着六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 孙思淼活了101岁 还有的说120岁 131岁 141岁 165岁 更令人惊叹的一种观点认为 孙思淼一生活了168岁 这位老先生他怎么个有趣法 我所理解的孙思淼 他是一个有着很高的生命高度的这样一个大夫 他有八个字 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他在讲 人命质重 有贵千金 他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 人命是最重要的 他比起来财富 比起来权力 比起来局限的情感 生命应该放在最前面 比1000两黄金 比所有的物质财富都要更有价值 这个孙思淼在讲的那个千金啊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千金 1000两黄金意味着什么 大家在民国时期啊 一两黄金 或者几两黄金就可以买一个四合院了 在南池子大街 就是故宫旁边的那种地方 大概五两黄金不到 可以买一个一某地的四合院 所以现在就是 如果以现在南池子大街这个地价的话 那个地方的一个院 大概是在1500万左右 是 所以呢 千两黄金的大概是 七八十个四合院吧 是 是这样 大概他这样这个比喻 这个完全没感觉 我觉得说 对于咱们窝居的朋友来说 你把什么东西换转成房子 你就有意思了 四合院意味着什么 说回来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我记得他有两本书嘛 一个是千金要方 一个是千金易方 是 这两本书都是讲生活的 我觉得我们非常值得讲的是 孙思淼对人的寿命的这种规划 或者高度 他提出了人有条件活到百岁以上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他自己也深刻的实践了这个理念 他自己本人也活到百岁以上 这个对我们现代人非常有意义 你放眼看去人群当中的百岁老人 还是凤毛麟角 特别稀少 为什么活不到呢 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规划 你不晓得你自己还有条件活到百岁上 你的人群的问 你问你 你有可能活到一百岁上 你信不信 大多数人不相信 因为不相信 所以少有这样的高度规划 那最终呢 他会在那些个其他年龄级的时候 他心里面会慌 你相信你能活多少岁 我以前不考虑这个问题 我透过学习养生 或者说传播养生文化 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寿命呢 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划 这个规划来自于 我们现代医学里边 关于这个哺乳类动物的这个寿命情况 就说人是吃奶长大的哺乳类动物 哺乳类动物的寿命 理应等于自己的生长期的五倍至七倍 人在25岁那一年 长出了最后一颗牙齿 那颗牙齿叫做智齿 也叫做真牙 长那颗牙齿 意味着你已经停止生长 所以说人的生长期就是25年 25乘以5等于125 25乘以7等于175 从理论上讲 你我每一个人都有条件活到 125岁至175岁 但是没人相信 我后来我就渐渐的去思索这个问题 我对我的寿命规划 就是175岁就不想了 这个125岁我得想一想 125岁的5岁的零头就把它忽略了 所以我的寿命规划就是120岁 我一定要活到120 我活不到120我事不罢休 坚定的信念 那你现在有30了吗 40了吗 你有80了吗 多少你就看不出来你知道吗 如果按照120岁来算的话 我应该还有将近70年的活头 120刷一下 120-70 又50岁了 将近不到 真的啊 应该不到 这气色真好 那么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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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